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的話呢 叫做F-mind 新制圖的奇思廟講 因為我們家都有看那個 現在不看海綿寶寶 現在都看那個喜羊羊 喜羊羊有一個叫奇思廟講 那其實這個新制圖它是一個方式 對不對 就是思考的方式 用什麼來比事實上不是那麼重要 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現在其實蠻多 就是學校也好 或者公司 他們開始嘗試用這種方式 讓員工也好 或者是同學去思考一件事情 好那你可以像在我們這邊的話 這裡 像這個 應該是去年吧 去年那個 呃 有獲得教育部的那個 對對對 這個 有一個好像有個教案是什麼 我忘記了 對對對 教育拙劣的 那 蠻不錯的 他就是用這個新制圖的方式去讓 這個活動方式 又有活小的 又有活小的 讓他去就是 實際去畫看看 那這邊呢 我都有換方式 對我們今天的這個軟體的話呢 呃 所有相關軟體我們都會就是 在電腦上去給各位 或者是如果您回去了之後呢 也可以帶我們去 就是我把這個資料分享在雲端硬碟上 因為我們今天另外一個雲端硬碟 所以你可以回家之後就來 就是這樣 上面下載 都可以 我們今天講到都是完全免費的 你都可以隨時帶走的 好 那 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像新制圖 一般 在這邊 比較常見的大概就像這樣子 你可以去畫一些圖啊 對不對 其實一般的老師覺得 先從 手繪的開始是不錯的 因為平常我們 對 老師在你 比如說你在講學的時候 你在做準備的時候 一定會在自己 那些都先構思嘛 對不對 先講一下好我 這個 這個學習我準備什麼課程 我想要 怎麼樣去做教學 但是常常我們都會 這裡想一下 那裡你想一下 甚至有些晚上不睡覺 然後就一直想一直想 有沒有 呵呵呵 想到早上起來剛好忘記了 因為那時候睡得好嗎 呵呵呵 因為 對不對 所以 有點可惜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的思考 都是比較騙的 這樣子 那麼 您透過這個新制圖的方式 有可能 其實我不見得 常常都是在電腦前面 有時候 我可能就是 一張紙 一支筆 我就稍微記錄下來 或者 各位現在事務行手機很方便 對不對 你隨時又想到好idea 你先記下來 最後我會把它整理起來 就會像您現在所看到的這樣 那麼 新制圖呢 在這邊 一般比較常見的方式 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像這樣子 有沒有 我會把所有的 我想到的 通通把它記錄下來 真的 其實 要老師 比如說花一個笑 然後去想 啊 我下個禮拜 或這個學習的課 應該怎麼上 那 通常 做著做著 有時候就想再出來 因為太認真了 就不認真的時候 有時候就突然想到 啊 這個可以怎麼用 這個可以怎麼用 所以其實 我這個圖 其實也不會是一次就想完的 那會有一點點時間 像之前 我在做這個 我們 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其實是用這樣子的 放大一點 像這樣子 就是有想到什麼 然後就慢慢的 就這樣子 再慢慢畫 但是老師 有沒有發現 用紙畫有個缺點 要改的時候不方便 萬一增加資料之後 你看我已經畫滿了 一張A4的 沒得過了 又變完了 也剩下了 你知道嗎 好 尤其可能你的主題 也許有相關 可是你又不能都在一起 那所以我們透過新制度 最大的好處就是說 可以幫助大家把你想要的東西 把它整理好 那 因為有紀錄下來 又是數位化的 所以以後要另外重新使用的時候 就非常方便 好 就非常方便 你們可以看到 他一般比較常見的新制度的方式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比較語順之中似的 你也會一個想法之後 一個一個加進來 加進來這樣 你可能沒一個想法 後面還會有什麼 其他的一些 相關的 你就會放進來 但有相關的也好 沒有相關的 你不會放進來 也可以啊 所以呢 你也可以像這樣子 你看我在右手邊 所以其實有一些我就會想到 其實我們可能在講 這個的主題的時候 我還想要講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就順便記錄一下 那 當你所有東西都能夠整合起來之後 真正執行的時候 能夠想到的就是思考的那個 範圍就會比較完整 比較多的 因為每個人想的 如果都是一個旁邊的話 每個人想的可能都不一樣 甚至同一個人不同時間 可以POINT自己看法有不同 對不對 想法有不同 那你如果把它這樣整理下來的話 對我們來說 它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方式 那麼這些都想好了 其實你看像我原始的規劃 剛才你就先簡單想到一點點東西而已 然後小法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新制圖 一般正常見像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就是用畫的對不對 可是有些時候 怎麼樣 你可能是圖片 可能是復健 比如說你可能有一個握著檔 有一個影片檔 你走不好 走不好在那個紙上 慢慢把它畫出來 所以新制圖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在這邊 它其實可以做什麼 可以插入圖片 可以像這樣插入圖片 也可以做超連結 好 比如說 我們在網路上有看到 這個 像這個 有網址 可是有網址 我網址就砍在裡面 這樣太麻煩 所以我在這邊 你們可以看到 這裡就有一個超連結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那麼甚至呢 因為我一般來講 這裡有點像大綱一樣 如果你有其他的 我要上來附註一下 註解一下的 也可以像這樣子 像我在這邊 我把它放大一點 好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後面這邊 還有什麼 有沒有這個 這個 附註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 就寫一個標題 如果我寫它完整 這樣會太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它寫在裡面 甚至我把裡面的圖 就是放進來 這樣 我們 想到的東西就比較多了 就是說新政府 你把它數位化之後 其實 像這個比較 這樣就會更完整 那麼說這個的話 有些時候 可能我們還會有一個 欸 這兩個 比如說你看像這裡 我會再把它怎麼樣 是不是做一個 挖號起來說 欸 這兩個其實有一些什麼 也是很不錯的 是會再做一個 對不對 所以 新政府的軟體 它 重點 不在於軟體本身 而在說它的靈活度 靈活度 好像可以幫助大家去做一個 不錯的一個 組合 那 等到通常我歸號版了之後 那我就會把它 實踐出來 比如說我們要用到這個下一個 下一個 叫做 民主應點 那我就會把它真正做到上面 你像好像做簡報一樣 好像今天事實上 我們在做簡報 也不會由一開始 然後就 簡報打開 然後就一起做下去 通常你會先構思 那些 你要的架構 大剛剛準備是要收集完 所以我這樣做果然 只是我不是用什麼 不是用 一般所謂的那個 叫做 PowerPoint 對 我只是改用這個 那 像這樣子我就可以很輕鬆的 去 講我 要的內容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這邊呢 跟老師商量 分享一下就是我們這個 新制圖 它一個大概的使用方式 它的一個 現在剛好 有新版本 這個 現在最新的 2013正在背景中 所以可能 應該 年底前應該就有機會 有新版本 有新版本 那我現在用的是2012版 2012版 這個 這個網址的話呢 剛剛老師有興趣的話 你現在回去 它有可安裝 跟免安裝 所以您在網路上呢 您可以找到 就是用這個 smine的這個關鍵字 用這個關鍵字 那就可以找到 有中文的 中文的這個 推廣的網站 就像上以上的這個網站 好 進來在上面 現在也有很多教學 您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 您要從這邊下載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它本身 再放大一點 它本身就有提供 安裝版 跟免安裝版 那一般來講 我們老師應該都是 Windows的版本 比較多 比較早有7個月 在Windows 或是其他的 那所以我把它往下走一下 你們看一下 好 您如果上它的官方 往這樣上看的話 一個是安裝版的 另外呢 你往下走 就可以看到了 所謂的隨身版 這就是不用安裝的 就大概小身體就可以用 好就可以用了 好 所以 這個部分呢 給您參考完了之後 那 我先稍微 插播 另外一個東西 好 插播另外一個東西 好 我這裡 這一段我就先結束